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4000米高海拔滑雪 直言想做赛车手 近期 王一博在探索新境中的壮举战胜高反 登顶雪山之巅 并在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进行滑雪 再次让拳网沸腾 也让喜欢王一博人的小心脏紧紧相随 同时也让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 坚韧的王一博 跨界挑战 无畏前行 在大众的印象中 王一博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唱跳歌手 是荧幕上深情演绎的演员 是赛道上及时而过的摩托车手 也是滑板场上自由飞翔的少年 然而 他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 探索新境中 他勇敢地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高山滑雪与攀岩 对于许多人而言 这不仅是体力与技巧的双重考验 更是对心理极限的一次挑战 王一博以超乎常人的毅力 克服了高海拔带来的严重高原反应 不仅成功登顶雪山 更在白雪矮矮的山巅上留下了自己滑雪的英姿 这一幕不仅是对自然之美的致敬 更是王一博勇于突破 不断挑战自我的生动写照 攀登雪山 寓意人生 王一博将攀登雪山比作自己的事业之路 这一比喻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他对人生的深刻理解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与变数的舞台上 没有人能够永远站在巅峰 成为所谓的顶流 王一博深知这一点 因此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不断积累 不断学习 用实力和作品说话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所有人 真正的成功不是一时的荣耀 而是持续的努力与不懈的追求 正如他王一博所说 原来登山跟我们的人生是很像的 很辛苦地到达了人生的顶峰 你看到了一些风景 那有的时候你还会继续挑战自己 想往更高的山上去爬去看 那都是一种挑战 你有可能就摔下去了 也有可能你看到了最好的风景 然后就下来了 跟我现在的演艺工作可能比较像 这份坦然与通透 让他在娱乐圈的浪潮中 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85号再次叙事待发 在谈及未来规划时 王一博直言不讳地表达了 自己对赛车运动的热爱与向往 他坦言 虽然成为专业的攀岩运动员 或滑雪运动员对目前的他来说有些难度 但成为一名赛车手却是他心中的一个梦想 这一梦想并非空穴来风 早在多年前 王一博就已在摩托车赛场上展现了自己的速度与激情 并收获了众多粉丝的喜爱与支持 而今 他更是将这份热爱延伸至了更广阔的赛车领域 期待有一天能以85号四驱车赛车手的身份 驰骋在更加专业的赛道上 这份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 让王一博的形象更加立体 也让人们看到了他身上那份永不言气的精神力量 粉丝同行 共赴未来 对于王一博的粉丝而言 他的每一次尝试与挑战都是一次心灵的触动 尤其是当他勇敢地站在雪山之巅 那份坚韧与勇气仿佛穿透了屏幕 直抵每一个喜欢王一博的人心里 他们知道 自己的偶像不仅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 更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 勇于追梦的人 因此 无论王一博未来选择哪条道路 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陪伴他 这份深厚的情感纽带 让王一博与粉丝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 共同推动着彼此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进发 王一博的故事 是一段关于勇气 坚持与梦想的传奇 在探索心境的征途中 他不仅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无限可能的存在 更以一颗平常心面对人生的起伏与变化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但相信只要王一博保持这份初心与热情 继续勇往直前 他一定能够攀登上一座又一座人生的高峰 创造出更多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